好 到目前为止呢 红仲丘真正死亡的原因还并没有查明 但是说也奇怪 国防部的惩处名单就已经出炉了 总共26人遭到连坐惩处 这份名单呢 有律师认为这就是作秀嘛 因为根据刑法 林内下属致死的军阶长官 应该判处无期徒刑 而且呢我们的法律业明文规定 事关呢是不可以关禁闭的 用这个角度来看呢 这个红仲丘的确是枉死无疑 十几人浩浩荡荡到红仲丘的临前道歉 终究无法还五四两缕下室一个公道 国防部正式惩处出炉 27人申戒到大过 连陆军司令也被连坐 但这份名单看在专业律师眼里却毫无诚意 依法论法国防部这份名单连上将都开闸 看似负责到底却掩战不了红仲丘的真相 依据陆海空军惩罚法第六条 事关顶多只能受管训降级 寄过罚刑到宋界等处分 哪来的关禁闭 红仲丘根本就是枉死 在陆海空军惩罚法里面 针对事关的惩处并没有关禁闭这一项 那就算要关禁闭 因为他们实际上好像是半天就把整个流程跑完 律师大呼没道理 明导演吴念珍也在脸书上发难 国防部记者会的高官讲了一堆话 却没有人敢说真相 剩下一个礼拜退伍的事关遭决议要关紧闭 就算没猝死 这些同意的黑暗面 绝对比带一只违规手机严重几百倍 公布陈储报告表示已经初步彻查完毕 但国防部却坚持要调查到7月17号才能公布结果 理由为何全民猜疑 洪仲丘家属因应期盼的真相还要等多久 中文新闻综合报道